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Sport Hybrid混合动力技术的一大特点 电机是主力 那么我们很容易想到 我说了有发动机有电驱动这两套驱动系统 那么肯定会有人想到 那这哥俩谁是主力啊 我们说电机是主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视频 混动 能有多快 一颗强大的电机 让Sport Hybrid的爆发力宛如烈爆 加速只在一瞬间 Sport Hybrid电机是主力 那我们提到了说 在本田的混合动力系统中 电机是主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Sport Hybrid混合动力系统它配备的这个双电机 这两个电机啊 一个是用于驱动 另外一个呢是用于发电 我们主要来关注这个驱动电机 这个驱动电机它的输出的功率达到了135千瓦 那么它的最大扭矩呢是315牛米 从这个数据上大家可以了解到它的这个功率其实已经足以独立驱动一个B级车的运行 那么这个扭矩数值呢其实相当于一个3.0V6的车型的这样一个输出 所以它的输出性能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之前讲到它的三种模式 这三种模式中呢在EV纯电动模式和混合动力驱动模式中其实都是靠电机来驱动的 只有另外一种模式是依靠的发动机直接驱动 也就是说三种驱动模式中有两种是依靠电机来驱动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EV纯电动模式的比例 其实在城市功况中这个EV纯电动驱动模式的比例可以达到二分之一 那么在高速功况中可以达到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比例也是相当高的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说在这套系统中电机是主力 感谢观看